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是否在你的信仰历程里面有人跟你说 你基督徒不要发怨言 不然你就像以色列人一样 一发怨言就被神击杀 然后神就会苦待他们或什么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我告诉你 在初外集记19章以前 所有发怨言都没事 19章之后真的会被击杀 19章到底发生什么事 因为他们说我们要遵行律法 我们可以靠我们遵行律法而称义 所以在那之前 19章以前是恩典 之后进到律法里 所以他们就会很惨 可是我告诉你 我给你圣经的经文 我还是在那之前 我先跟你讲一件重要的事 我不是告诉你 所以请你回去尽量跟你的牧师 或跟你的家人发怨言 可是我还要告诉你 你偶尔发一些怨言 就很像你的小很可爱 你跑来他跟你发怨言说 妈妈你都没有给我吃糖 我要吃糖 难道你就会击杀他吗 不会吧 如果你会的话 你需要心理治疗 OK 好 我是开玩笑 好 让我们来看圣经的经文 请 好 初外集记15章24到25节 百姓就像摩西发怨言说 我们喝什么呢 摩西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 他把树丢在水里 水就变甜了 耶和华在那里 为他们订了律例典章 在那里试验他们 你知道吗 他们跟摩西发怨言 后来呢 有人被击杀吗 没有 神还把一棵树丢在水里 耶和华只是他把树丢在水里 水就变甜 你知道那个树是什么吗 预表耶稣的十字架 OK 好 耶和华在那里 为他们订了律例典章 所以我告诉你 说他们要律法规定之前 神那十五章就给他们看律法 看他们要不要 十九章让他们来做决定 所以你看现在在恩典里面 好 我们再看下一节 出埃及十六章二到三节 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 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 耶和华的手下 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 吃了饱足 你们将我们领出来 到旷野 是要叫这全会众到饿死啊 你看 我把你救出来 你现在说我要把你弄死你 你说我还要 因为就是因为你吃不够 这什么态度啊 可是神有击杀他们吗 没有 他们有没有发怨言 有 没有击杀啊 为什么 因为还没有在律法下嘛 好 再看下一页 所以神做了什么事 我们简短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十六章十三到三十一节 我们把一些重点抓出来 到了晚上有安纯飞来 遮满了银 这十五以色列家教玛纳 样子像环衰子 滋味如同铲蜜的薄饼 大家知道吗 后来就有一个很棒很棒的一餐 的几餐 来我们看下一页 这就是安纯 你有没有看到安纯很像麻雀 下面那安纯蛋 如果你在夜市有吃过安纯蛋的话 OK 好 我再看下一页 这个就看起来很好吃了吧 这就是烤安纯 他们在野地里一定会烤安纯的 上帝让他们吃安纯 吃到饱 吃到爽 而且没有及其他任何人 你到后面 你记得好像有一个吃安纯然后吐 然后神急上他们 那是之后在律法之下的 不是现在 现在就是开心的吃 你觉得吃不够 我就让你开心的吃 因为我爱你 好 再看下一页 好 这是完衰子 就是那个安纯子 然后磨出来 然后很像餐蜜的薄饼 你有没有吃过蜜饼 你有没有吃过加蜂蜜的 也许是pancake或等等的 就是那么的美好 这是上帝的恩典跟爱 好 你看下一页 17章还没有 你看 百姓在那里 盛渴要喝水 就像摩西发怨言说 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病 牲畜都渴死 你看是发怨言吗 有事吗 没有任何一个人被击杀 我们再看下一页 17章6到7节 你要击打磐石 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 使百姓可以喝 他给那地方起名叫马萨 就是试探的意思 又叫米利巴 就是争闹的意思 因以色列人争闹 愿意他们试探夜话 你看 他们发怨言 他们争闹 他们试探夜话 有任何人被击杀吗 没有 因为他们不在律法之下 在恩典之下 而且这个地方又显出一个 弥赛亚的一个预表 磐石必有水流出来 击打磐石 击打耶稣基督 击打那个灵磐石 如果你有机会去看哥林多 你就会看到 有在讲这个部分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看我们其他的影片 其他的视频 我们有特别来讲解 这个耶稣是灵磐石的部分 OK 从磐石里有水流出来 又预表了耶稣 没有任何人被击杀 我们再看下一页 OK 再来就到十九章 到西乃山了 我们再看下一页 你看西乃山上面云 然后云住 然后神在那个地方 然后百姓在山下 再看下一页 出埃及十九章一节 他们出了埃及以后 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 来到西乃的旷野 你知道吗 以这个速度 如果他们三个月 就可以走到西乃山 事实上他们不用什么四十年 他们不会太久 就可以进去迦南地 可是他们选择律法 选择靠自己 所以就后来在那边绕了四十年 倒闭 你懂吗 事实上三个月就到西乃 是很快的 我们看下一页 出埃及记十九章五节开始了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求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看神说好吧 那你们现在要靠 你们如果要来遵从我的话 听我的约 你们是我的子民 OK 我们看下一页 你看他们怎么回答 十九章六到八节神说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百姓都同声回答说 凡耶华所说的 我们都要遵行 摩西就将百姓的话 回复耶华 你知道一件事 事实上他们现在可以 不要选择这个 他们可以说 他们可以说 主啊 你是有恩典 有慈爱 像 你看摩西每次跟神祷告 都是主啊 你是有恩典 有慈爱 并不轻易发怒 你有丰盛的慈爱 他们可以跟神说 主啊 我知道我们不能够 靠我们的行为 可以称义 主啊 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语 但是不是靠这个话语 来证明我们的义 可是他们说 凡耶华所说的 我们都要遵行 你知道这个话 没有翻出那个味道 我们看下一页 其实他们说的事情是 凡耶华所说的 我们都能遵行 他们意思是 小case律法 我们做得到 我不用再靠你的恩典 我不用靠你 刚才跟我讲的 无论是 把木头丢到水里面 那个耶稣基督御表的恩典 或是击打盘石 耶稣基督御表的恩典 我要靠自己的行为 所以他们就 之后就 开始 吃安纯 吃到饱 然后被击杀 然后发言人被击杀 然后有火蛇 有各样的事情 因为他们说 那句话真的意思是 凡耶华所说 我们都有能力尊行 我们都做得到 这是小case 所以我 你懂吗 各位弟兄姐妹 凡想要靠律法称义的 你就算守了 假计 999条 第1000条 你有守住吗 你说你不杀人 可是你可能说谎 你说你不说谎 可是你可能骄傲 你只要犯一条 就是犯了全律法 弟兄姐妹 你在恩典里 不要再靠律法 靠上帝的恩典 以色列人那时候 也可以选择 完全靠恩典 就像摩西都靠着恩典 你也可以接受 接受耶稣基督 完全的恩典 让我来为你祷告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圣灵 我祝福我们这里 每一位弟兄姐妹 阿爸天父 让每一位儿女 清清楚楚知道 我们单靠上帝的恩典 我们因为相信而称义 因为相信我们就是义人 因为相信我们就被成圣 神就看我们为完全 我们有这个完全的身份 完全的地位 我们就可以蒙福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 有力量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 我们定睛的耶稣 就渐渐变成主的样式 我们就越来越像耶稣 越来越能够活出这个 已经得到美好的救恩 并且把这美好的救恩传出去 奉耶稣祝福你